在這50年來,TVB真的創造了不少獨特的文化 當中帶給大家最多歡樂的當然是扮野文化 如果要數扮野巨星,一定有秋冠粉 因為有名叫做扮野秋 除了秋冠之外,還有阿鵬哥、阿燦哥 不過,今集請來的嘉賓 我覺得他們是近年來 真的扮野扮得出神入化的最佳拍檔 你想想,他們的節目也受歡迎 而且還要扮野扮得可以去紅館開演唱會 還要為他們量身訂造電影和劇集 而且今年還是他們成軍十周年 當然要請他們上來聊聊天 有請福六壽 扮野,最重要是尾巴也是令人笑 笑,就是這樣 我們扮野其實是把大家的回憶帶回來 那一段是一段很美麗的時光 我想做電視節目能夠做到這樣 是最享受的 很開心,今天有三位帥哥跟我聊天 對,我們也很開心,我們也是帥哥 很開心… 很想提醒我們 如果有人怕自己是小子 其實我想說 你們三位基本上都是在不同時期 加入GVB 最久應該是長仔 長仔就是九十年代初入 前輩 然後你們倆比較遲 二千年左右才加入GVB 是 我2003 是嗎? 對,其實你們三個 當初記得你們第一個做的節目是什麼 我是收費電視台的兒童節目 叫做小天地 太好了 我是做祖男哥哥的 你記得自己第一個嗎? 最初音樂的時候 是嗎? 我小時候有看這個節目 是晚上一、兩點 那個四眼仔就是我 是嗎? 我應該第一個節目是新來新來大 是嗎? 都是音樂節目 很想也有做的 對,很想也有做的 因為是這樣的 我為什麼會加入GVB 其實是… 新秀 當年我是新秀 新秀之後我做了電台工作 然後做音樂歌手 我出了兩隻碟之後 我發覺到長仔好像差點東西 因為當時全部都英俊,不得了 林志榮 你知道嗎? 我的樣子還沒看得順眼 給觀眾多看 因為有機會看得順眼 看得我們順為止 不用他們 所以我開始跟我的經理人說 可不可以加入GVB拍攝 不如做音樂節目 那裡就做了音樂節目 開始就先做音樂節目 很短 誰是你? 你在哪裡? 不是不認得吧 這個… 這個真的是你? 對 威夷… 威夷一點,精靈樂園 精靈樂園 精靈樂園 小鮮肉 這麼少滅 真的要用2001年 什麼? 壞 壞 也沒什麼改變 大家都沒什麼改變 因為你們三個都是為了進行 之前做了很多準備功夫 其實之前令到… 我現在要想起來 我忘記了 不是吧? 你還是從電台開始嗎? 不是 他是喜劇之王 網紅台? 第一代的網紅? 真的 你最初不是喜劇之王 喜劇之王訓練班之後 我就被人聘請了做網台 每天說一些娛樂新聞 說幾分鐘 好像是娛樂大之夜 很合襯你 對 後來為何要進去CVB? 因為TV沒有找你 他說幫我出一首 香港第一首網上的唱片 為何要進去CVB? 對 後來我拿著唱片 我說為何不進去勁歌金曲 反正我自己也是什麼 我當自己是歌手 倒不如進去TVB做新人吧 你最初是先簽歌聲藥嗎? 是嗎? 是… 你就好,簽歌聲藥 要想起很醜的樣子 第一代的客人 為什麼? 為何要想起我很醜的樣子 我很記得當時 跟我一起爭新人獎是誰呢? 古天樂 陳管希 張家輝 是 VRF 是 終於是唯有沒有獎 唯有在下面拍照 很厲害 我那年新人獎是王傑、關淑儀 你? 草莽、蔡立 夢劇院 你也是新人? 我也曾經做過新人 對,他是歌手 大哥 歌手出身的 我那年跟我爭鏡頭的 是陳俊賢小朋友 小子柔小朋友 希希小朋友 對手強好很多 是 那時候這些小朋友都是被你矮的 差不多 譬如說到你褲綠手 大家都知道你們假裝高手 施哲,你就是因為霜台的一個… 扮演典禮 扮演典禮 立刻隔離香港 很快就已經被人看到你假裝的才能 譬如祖南、祥仔 你們什麼時候被觀眾看到 原來你們假裝這麼厲害? 我是從馬安山行安村開始的 是 既然是街坑福利會 中秋晚會 那時候… 已經開始扮演了 那時候和容草兒之類 有班小學同學 臨上學之前那半小時 就在學校門口 媽媽就最喜歡 說草莽,快點來聽聽 我的演藝事業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就那時候已經開始了 我當時當然是EYT 因為EYT那年代 很多所謂金唱片頒獎典禮 特地做一個像Ross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 或者有扮演嘉賓 笑得很像 獲獎的 獲獎那個 就要拍到一個唱片封套 對 然後又要再唱歌 那些歌曲 可能也要改歌詞 那時候獲獎被提名的 只是唱片封套 但當時也有人錄音 對… 就像這樣 請出招 黃祖南先生,你今天表演什麼 這個我很記得 謝謝 這個是… 李主持的節目 這是Habby 有招出招 我和Ronald 誰知道我遇到一個刺客 浮漢招 暗起死 這樣就… 長老太太…張小女 不是,長老太… 長老太太… 長老太太… 對 這個也是在YT裡面 對… 是… 你真的很喜歡唱歌 我又忘記了 這是副作家笑 01年 01年 5月1日 扮演他以前的事 可以扮演她 但是你扮演唱歌 還是扮演誰 扮演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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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演蔡峰 應該是 你們有沒有互相亢星相識 早前已經有留意到 原來長老太扮演 他一向都… 全輩來 以前看電視 因為他早入行的 十八歲入行 是 我們年輕人就去看他 但真的把我們放在一起是台慶 是 最初一說裝飾的時候 我也想想, 糟了, 行不行 我這麼久沒做 當然, 第一件事 不會想像以前裝飾過的 希望裝一些新的, 大家沒看過的東西 未必有新的拍檔 然後開始一彩排, 大家也撞上一次 我… 不需要你… 刀光劍影 是嗎? 是出力的 我告訴你 拿刀想解我, 放血了 你錯了, 薑越老越難 他卻出道 第二次任命 第二招那個報紙的C1頭條 就是阮兆祥 是 假裝Ring 那個最好笑 那個頭條的頭條是你 我不知道 是的 我看見得很熟悉 這真神奇 這個就被你喝光了 你們之前是不知道的嗎? 當然不知道, 臨場出招 是不是每一年你們都會想 究竟今年裝什麼呢? 今年怎麼搞呢? 一定要想 一定要, 要送禮物給觀眾 每一年都盡量想 今年怎麼推 不會這麼想 除非想不到的方法而已 就是想到的方法 哪會拿出這麼多方法 對, 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要想到 頭也扮好才可以想到… 應該說自從我們有福祿壽 這個所謂品牌之後 觀眾對我們有期待 是的 他們不是希望每次看 一個一生不必的演唱模式 希望有些新意 我們亦希望對自己有這個要求 很難, 因為你要扮演一個明星 那個明星本身很紅 是 那個明星很紅 是要積累很多年才會紅 但我們扮演一次之後 我們就不可以再扮演 對 我經常會形容 扮演的對象像油田 我不是說角色 我是說真的像一塊油田 日積月累才有那塊油田 但要用那些油 是這麼快就用完了 所以很難再找新扮演的對象 現在你找到誰, 你會覺得 好好扮演他, 你真的想不到 而且你們的成功 令你們衍生了台慶的一個項目 後來衍生成你們的節目 就是全家俚樂手 很難得才有這樣的機會, 是嗎 因為其實我們最初想的時候 我只收到一個消息 有人提議你們三個開一個節目 因為你那時候裝作也挺好看 是, 那時候是那幾年的台慶 最高收視的那一月 然後… 超過40點 然後就說, 但你們幾個年輕人 看來收視不一定是有保證的 最好當然是有一個 就是電堂級的人物去看著你們 厲害 對 就算你們不好看 也看回那個電堂級的人物 最後他們就選擇了… 柯榮泉 柯榮泉, 是嗎 柯榮泉小姐 當然我們就馬上更加大壓力 因為… 不敢不敢遲到 對, 看著我們三個 是嗎? 當時跟阿珍, 因為柯榮泉 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個比較正經 而且她比較有感覺, 很嚴肅 是 你們怎麼打開她這個… 這麼不嚴肅 搞笑的心窗 其實… 其實她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寫字, 我們將會爆發什麼 她預知了, 就可以了 而且我們也會給她一些建議 她又可以裝什麼 她很好, 真是什麼顏色的搞法 她都會帶走 第一集, 你說什麼東西 她很專業 她很專業 她看你們玩得那麼厲害 我多大都跟你們玩 對, 她也想嘗試你們的東西 對 阿姐每個工作 她真的有點追求 但你們會否想到什麼錯誤 在她身上試試 因為有一些傳聞就是 阿姐很嚴肅 如果阿姐也笑 你們的笑話一定可以 有時候未必要看阿姐笑 阿姐有時候也會問 其實你們的年輕人現在流行什麼 是嗎? 如果說服到她的話 其實她未必知道的笑點在哪裡 她也會照做 坦白說, 你在全家副禄獸裡面 有好聲角色 其實她自己未必知道是什麼 但她就… 對, 這樣就覺得很棒 最重要是她看得舒服 她就照做 觀眾出來笑 那信任就要這樣慢慢建立 但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們副禄獸不是引到阿姐笑 而是引到阿姐哭 有印象嗎 是… 哪一單東西 就是我們… 我真的忘記了 扮四朵金花 是… 我們三個當然扮其他阿成員 阿姐就做阿姐 我記得當年我扮肥姐 是… 我們唱四朵金花 做一件事 對… 然後在彩排的時間 阿姐看到我, 忍不住就哭了 可能… 看見我便想起那時候的… 你又霸得像呢, 壞鬼 那個氛圍, 我扮肥姐 可能又扮得像 她想起很多東西 然後唱唱一下 然後彩排的時間 她已經哭了出來 是嗎 哭得很厲害 對, 厲害… 我們很久才收到聲音 所以… 充電 那次又給我另一個印象 看到阿姐不是冷冰的一個人 她不是… 她有血有肉 她對於… 我都眼濕濕, 我記得一句 是嗎? 對 怎樣… 我們抱著… 我記得一句 她說, 我很想念她… 我也很想念她 我很想念她 其實她們那份… 她說這一句挺強勁的 很重要的 我經常覺得我們扮演 其實是將歡樂之餘 將人性或大家的回憶帶回來 是 譬如我們在唱那首歌 你在聽的時候 是讀書的時候 你有你的記憶 所以我覺得不重要 有些眼淚可能是開心的眼淚 在那時候令大家又… 沒錯 飛車精神 開心 其實一直放在我們身上 對, 絕對是 全家福六秀之外 其實很多之前你們扮演的 都放了很多自己的心機 或者讀策是一起讀的 其實有沒有些… 讀策的英文是什麼? 阿祥仔 Documentary 這個很棒… 對於Documentary 其實就是… 真棒 放了很多心機 其實你們是怎樣 去讀什麼, 怎樣想 當時做福六秀 你出了就出了一集 我們整個星期都在做事 我們每次開會 是三隊隊伍… 輪… 生… 是, 別說那一句 通常是… 譬如拍完這一集 那一集結束後不離開 留在化妝間上 開定下一個星期 那一集的會 開完, 明天、後天回來 再回來開一些會 接著就拍幾天外景 再看電影 譬如那陣子出劇 是出《二海浩亭》 那陣子出劇是《跟國僑控》 觀眾未看之前 我們事先看了那些劇集 看看有機會爆發的是哪些場口 例如你們星期五 一爆發那一集之後 其實星期二就立即看我們演出 所以每星期的時間 我們是很密集… 簡直說火車一樣 所以那群導演是… 他們也辛苦的… 需要他們 因為我們三個人做不到那麼多研究 還有想不到那麼多東西 所以那時候很難得有這麼厲害的團隊 亦推出了很多很經典的 導演有多了 導演有多了 就是大X Hungary Hungary 他不喜歡白女人 他紅星賀爾蒙太強 對… 他喜歡這種東西 他只會去追求 但他卻不想把東西放在身上 白女人其實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 我看到他們兩個板子那麼投入 我嘗試在對著鏡頭 我就想吐 然後看自己好像很想打自己 最後我想了一條計劃 我就不如這樣吐到尾 吐薑? 反正也是 反正也是, 裝錯就… 這樣很討厭我自己 說句話吧 我記得第一集 現場觀眾看這個提示 已經笑得很滑鼻 是的 那時候的腰 現在是第一集 第一集 不, 我接受不了這些東西 Hungary 好, 這些留給我 我不喜歡看的 不一定的東西 那多什麼? 不過打得最多的是郭富城 郭富城也有打? 寫個山寨 臨時加的山寨餅 沒有的嗎? 沒有的 很記得 哪一個爆得最多才能說的 對, 都說突然拿了甜品給人吃 因為基本上做這些畫面 我覺得有文化 有陰人的 要陰人 觀眾喜歡看到他忍不住笑 雖然我被你陰了 但其實我心裡在拍手掌 是 真有趣 是Funny 好 你出來, 靠什麼就是這樣 我們要Funny而已, 搞笑而已 哪個角色最多呢? 天才 他也能忍受 是不是能忍受 剛才也能忍受, 你看得到 但還可以的, 只好玩 忍受, 只好笑出來 不緊, 因為在現場 總之記得下一個東西就可以了 還有過招 對, 大家一看就讓你回來了 對, 其實很好玩 我想觀眾喜歡看到這種氣氛 大家在互動, 有一種新意 因為我們排到全滑 其實節奏做出來未必會好看 最重要是讓你們笑 你們是不排甚麼嗎? 排… 但到現場, 通常還有一些… 譬如那句金句我接受不了 都是現場聽到觀眾有反應 所以才臨時再多說幾次 對 慢慢慢慢就變成金句了 對 因為其實做一些… 我們叫掌握, 內地叫小品 其中一件事就是 觀眾很想等你說的刺刀 以前羅海鵬那些 對 有人吃過橙那些 對… 類似的, 大家都知道你接下來會搞事 但等著分開的時候 你保持著… 他們就開始想, 行… 包了 就是會笑出來什麼? 祖男什麼時候說什麼? 說得結束了 說得結束了 一定會笑, 是 我們永遠有一句 一、二、三, 你想多了 對… 想多了 對 因為你們經常假裝女人 是不是真的要有很多準備功夫要做? 不, 直接要當自己是女人 你平時出門, 你有什麼… 我們這些大慣大熟的就不用… 像男人, 你們忽然要穿東西上衣 是不同的 我們最誇張那一集 是穿三點式泳衣 那一集是服裝部的同事… 當然啦 阿基 他是用六個布袋 三個布袋… 三個布袋… 再加三個布袋 然後把我膠袋的肉… 慢慢推… 推到胸口 用膠紙 令我有女人的身形 對… 那次之後, 我再看見女人有 我再不相信她是有的 他應該用膠紙做出來的 他一定是用三個布袋加三個布袋 不是的 假的… 還有一瓦仔糕 那一瓦仔糕 現在, 很好看 她一出場就像臭底伸 令人展示了… 聰明了 先立場 真的有條… 真的有條條線的… 原來…真神奇 我當次對人體構造了解了多少 原來膝蓋底下的肉是可以撥到另一道 是的 我知道了很多年 你真是知道了 你真是瘦臉的對象 我知道了很多年 我這條命災 因為我平時男明的樣子 沒有人搶得很漂亮 突然做到女人, 你的腳很漂亮 我還沒拍女人之前 你的腳這麼短 但拍女人之後, 你的腳很瘦 這樣也挺過癮的 所以開始走進北歸路 但不用剃腳毛 我本身是沒有的 我真的沒有的, 我不剃也沒有什麼 你看 你是不是覺得很漂亮? 對, 很緊張 你不扮女人, 浪費了 就是整件事吧 真是慘 但應該給我們的化妝和同事 有一個人我真的要感謝 雖然他現在不在, 那個叫Gary 那時候在我們副禄秀的妝 其實他花了很多心思 去研究 去研究, 幫我們達成效果 他有那些俗俗的假鼻 對, 我們特地去倒霧 去做那些東西 這是化妝間的同事 對, 現在已經離開了 對… 譬如說Ring 就說抬起Ring的眼睛 我哪有想到 他真的用膠來幫我貼 對 他在眼角位置貼, 就變成單眼皮 對 我扮演你, 看那陣燒牙 我問要怎麼做 Ring, 拿橙皮 對 對, 拿橙皮剪一剪 然後塞在嘴裡 出來就是紙包餅 對… 這是最好的 很厲害 大家現在… 有時候他見面的時候 所以就提醒誰幫我刮衣服 誰幫我什麼 就是今天提醒大家的同事 所以那一段是一段很美麗的時光 我想做電視節目 能夠做到這樣, 是最享受的 其實你們當年扮演很多人 或是一些當時很流行的事情 你有試過得罪人嗎? 我記得是… 我們試過扮阿薩和鄭中基 我記得… 很好笑 我記得… 我記得是張老闆士 對, 那時跟幕後工作人員… 幕後工作人員提議 不如放眼睛 覺得好不好, 我們也猶豫了一會 但大家不如說 最重要是不要人親攻擊 我們不如令事情輕鬆一點 對… 結果出來後, 有人會罵我 好 但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一個恥笑 因為結果不是笑原本的兩個人 結果是笑我 其實只是笑那個材料而已 還有這個可能是在掌門人節目的時候 掌門人已經教了一件事 千萬不要玩一個明星玩得划算 一定要幫人捧起來 到最後其實只不過是大家輕鬆鬆 健健康康, 就沒有那麼划算 這件事是掌門人經常記住在腦袋裡 所以我們沒有去到很得罪一個明星 記得當時EYT 我們有一個項目是我和鄧子豐做的 是 他扮演紅潮風, 我扮演寶榮琴 我記得 那時候寶榮琴還沒離開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在後台遇到他 然後他主動走過來我 然後唐哥說, 你在唱嗎? 每個星期我和洪潮風都準時看你和十郎 你們扮演得很好笑 那是給了很大的推動力 原來你真的有心, 而且不是嘩虎 去扮演一個人的時間 其實未必那個人會不開心 你會很開心, 也沒有 有誰找到你? 有… 有說好看嗎? 有 有一次是扮演Semi, 唱信者得愛 然後他自己告訴我 他說跟工作人員笑得很厲害 另外還有一次是我們演唱會時 我扮演了梁朝偉, 發了一張海報 然後嘉玲姐發了一個信息出來 說, 黃祖南, 你好 本夜三間, 嚇我一跳 嚇我一跳 他自己也可能… 我老公開演唱會嗎? 對… 收到這些是最開心的 是的 黃祖南有滿足感 最開心的 你是誰… 黃毓民 是 他在立法會會議裡有幫助你 在立法會會撞到他 是… 他在立法會撞到他 是… 他在立法會撞到他 什麼時候再派我呢? 有了… 秋冠呢?你有沒有跟秋冠談過? 秋冠… 面對面扮演過 對面扮演過 面對面扮演過 認識的… 但他覺得你扮演得像不像嗎? 他覺得他很像… 你知不知道我說 他有沒有稱讚你 你真的很像我 他不會這麼說 在心裡 對 他扮演出本來真的沒有別人 要模仿人, 很多人都可以做 但要做得像, 真的很難… 我投降 你先說 我投降 我投降 等著你再說 不…我記得鵬哥, 盧海鵬 他說過一番說話 你捉到那個人, 某個點 一個情緒也好, 或者一句話也好 不讓他放大十倍 這樣就完成了 是 但你找那個點, 可能會浪費很多天 有時候真的要勤力 希望幫助, 是嗎? 讓你突然靈機一觸有那個點去… 其實秋冠沒有說過… 他沒有說過 他很喜歡說話, 用腦筋… 經過腦筋才在嘴巴裡說出來 所以他有很多水 所以他會覺得… 紫山 還沒想過 對, 回字 他們情緒回字 還在想, 吃飯了沒有? 他可能想了很久 對, 中間就是一些啊, 啊, 啊 我把它放大了, 變成啊 這樣就變成一個訊息 所以這個我是投降的 你說我經常假裝什麼 實際上在我心目中說真的 最像的是哲爺 是 不 他真的從唱腔、聲音、動作 這幾方面的研究是最細緻 我老實說是旁門左道 怎麼是旁門左道? 我是用一些狡猾的 我好像開派對, 比較高興 我不是真的像 我這樣看, 裝模作樣 我覺得最重要是 結尾也是令人笑 笑 就是這樣, 很簡單 就算很像也像 結尾也要想到一個位置 令人笑 是 鵬哥是厲害的, 撐哥是厲害的 是 他們其實不像 兩個人這樣回答, 一派不像 大叔就是笑了 我以後你說不像 鵬哥怎麼會笑?我要明白 你真相似, 是嗎? 最相似是你 不解釋, 不解釋 你怎麼看鵬哥也不像, 王耀明 是, 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 聲音也不像 但他抓到那個闊髮 加上, 阿燦哥又鬥雞和阿達 對… 他好像… 他真的閉上眼睛 你會覺得… 那個人真的在 他是四天天亡 他是鄭小秋 但我們一定要看 是 你一定要看我怎樣令事情更好玩 而不是只像他 接觸不同 我們的出發不同 但最後也是引人笑 如果要你們自己選擇 至今為止, 最滿意自己的 哪個裝作的造型 我自己最喜歡 就真的節省一點 那時候真的一時佳話 對, 其實我只是抄襲什麼 那就非常好 其實也是抄襲阿燦哥的處理 然後做一個… 我真的無法接受 即是想不到, 然後成功了 而且真的達到… 到處都說這句話的情節 作為一個節目是最開心的 是 我想我就是盧力輸 對, 我也想說你 因為其實… 花生姊妹 Sat in the City 就是剛才大家看到的圖片 其實我處理這次的玩法就是 平時我們會告訴大家 我是扮演誰 但當時的龍蠣雪 還沒那麼廣秀大家的注目的時間 我當時私下認識他 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有趣 然後我說 我看你, 我應該扮演他 我就把這件事放在我心裡 看看何時出這一招 後來拍Sat in the City的時間 最好笑 我就想 不如跟大家反過來的玩法就是 我去扮演一個大家不太熟悉的人 但怎料我扮演完之後 大家開始留意他 然後才發現原來你這麼像他 對 我就是玩了這個模式 當風生越上風 當風濕越上風 當腰骨覺得很痛 我真的笑得很痛 雞松, 你有點怨痛 我真的笑得… 看見阿薩… 看見阿薩, 回答我 然後就說 你比我們更加串事 這個令大家關注到龍蠣雪 是 我覺得挺好 不, 如果… 真的很出色 如果我們最喜歡是秋冠 對, 你自己… 他們喜歡四大天王 因為… 無敵 因為他們多歌 是 那我練習… 以燈台 對 很重要 我們有個節目 開始叫做福禄獸 我還記得我跟兩位兄弟 第一天坐下來的時間 我第一句說的就是 是否真的想做福禄獸 做福禄獸就一生都是兄弟 以後大家都要為了這個品牌 福禄獸這三個字 是盡心盡力去做 你真的做到這件事 大家才坐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要無私 做一個團體 有時候他走前一點 有時候他走前一點 或者我走前一點 如果大家會有心情感 會覺得他紅了 我側邊伴他就可以了 有這些不開心的情緒 所以慢慢日積月累 一定會產生這件事 做拍檔有一個壞點 如果看到這個壞點 那個不是你的拍檔 賴屎賴屎 都是你,你看看你 如果不是你,我們… 這個不會是拍檔 我們內部爭論得無論如何 我們出來呈現的 都是告訴別人 我們是一起負責的 不要說這個拉尾賴他 捉了我們就這樣 對,一賴其他不是拍檔 或者誰有什麼好處就領功 都是我想的,沒有這件事 我們永遠都是集體負責 但你們也會有吵架嗎 當然有,怎麼沒有 但不厲害… 在我記憶裡沒試過開拍片 沒試過開拍片 沒試過開拍片 好,你們幾個兄弟已經十年了 應該很了解對方 不如首先你們倆一起說 長師兄的優點和缺點 盡量,將缺點說得好像優點 優點就不要再說了 他… 優點不用說 一個人在圈裡多朋友 一定有一個原因 說完,就是選笑場 是 缺點就是他太無所謂了 缺點是一個說了他都會… 希望你不要尷尬 我不會… 他什麼都快 是婚事拖得久的 分手的事 是 我經常很等著喝他的一頓 我想… 我剛才也很等 大家等到頸場位 這麼好 你看,本來一直都沒有喝這杯茶 一說到這個話題 就要喝回答案 還要喝一杯 是… 是這一樣 我覺得結婚是一個形式 看看你需要不需要那種形式 因為我會看得比較誇張 是否真的需要那一紙分書 你維繫那兩個人的感情 有時候可能一個形式 會給予對方的壓力也不一定 說完了,長師兄 你們說到祖南吧 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很欣賞祖南的 就是他對於感情那種承諾 就是…他和阿南…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整個故事 就是他和你阿南 我知道 那種苦戀 對… 隔了三年之後才正式一起 問題就是他可想而知 他對於那一份感情的尊重 還有他那種憧憬 我覺得能夠給予他的毅力很厲害 很簡單的 六個字 七個字 七個字,三個字 說一說… 你撿到了吧,還想怎樣 我覺得你互相撿到 你不要說自己的 對 祖南有什麼缺點? 大小 是嗎? 我買的東西都過億了 對… 大小… 也不是的,他那麼辛苦 就是洗吧,洗不洗 我也是第一個家 對的 那些花得對,那些錢花得對 對 他現在開了公司,即是辦公室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他又要不停開會 他又要量度劇本 基本上他給了員工很大的壓力 因為其實基本上 回辦公室,你也知道 那些同事 很晚都六、七點離開 但是六、七點的時候 老闆還在辦公室 埋頭苦幹 還在聊天的時間 你怎麼敢離開 他最後負責鎖門 關門那個 關門那個 有時候是在公司睡覺 對,因為他多瘋狂 這個也是一個優點 說的,也不是一個… 浪費資源 浪費電力 不回家扶得好 冷氣 對不對 這些就是要罵 哲爺的優點和缺點 是同一件事 我聽上這麼說 是嗎?你也是這樣 你介紹 是嗎? 太安全 太安全? 我有帶保護的 我知道 所以到今天都只有契仔、契女 對… 譬如做一個演出 他一定會讀到這件事 譬如說我一定要贏 一定要做得好 99%我會有信心 我要很精煉 我要練習和動作如何 這件事是他的優點 會令到他每次出來的演出 都是有品質的保證 但這個安全有時候會令到他 未必願意去冒險 我們很多時候做事的討論 都是因為在這些地方上 我們會有不同的意義 所以最後我自己有一個決定 就是我要相信他們兩個 是 因為如果這件事不行 就變成了三個人的事 其實數字很容易計算 而且他會… 我告訴你 他定時會不見人 是嗎? 對 你會消失嗎? 以毒不回 對 你要喝吧… 有 因為他前一陣子,我要說 因為他自導自演,都是電影 對… 所以他有很多時間 你可能想看完 可能要看一看 然後他就忙去看其他事 他就沒有繼續回覆你 他就用了很多心機 但又要寫劇本 又要導演,又要演 又要自己做監製 又要再剪接後期 然後再推廣 他不知道忙到死 他真的很厲害 是,很厲害 其實我只想拍電影很久 終於完成了這件事 達成了我的夢想 所以我也…怎麼說呢 是我的小寶寶 我會好好養大她 希望整件事可以出生 讓別人看到 懷孕仔不回覆我們是很正常的 其實,左楠我有東西想讓你看 你好,Honey 其實有個問題 一直都很想問你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症 假設如果我和你媽媽 都不懂游泳 而我們倆都掉進了河 你會先救誰呢? 小心點回答 那看看是什麼河吧 是 沒錯,看那條河的心不心 如果能夠碰到地 那兩個都不用救了 因為我媽媽是會游泳的 而你阿楠是不懂游泳的 現在是說… 她很有趣,她會游泳 但永遠可以向前 她不可以原地發揮 是嗎? 還有,如果那條河本身有錢 當然是救我媽媽 你也會賭地 我覺得答案是媽媽 沒得那麼取巧 答案是媽媽,為什麼? 河媽 我剛才忍著不說你了 你也知道嗎?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那祥師兄也有很多東西給你看 十六歲認識到祥仔 我其實一直沒想過我們會嘴 因為我太熟了 覺得其實是… 之前那部劇,《惠食神探》 一收到劇本,咦,又有這樣的戲 我心想,糟了,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緊張,我有 我便在家裡練習了很久 但當我主動地這樣拋牠的時候 其實一般來說,這麼快的速度 是會撞到牙 最幸運的是,她的唇很厚 我的唇也很厚 但現在有個剪,變得很安全 我證明,祥仔是一個正人君子 我也是正人君子,我都沒有抽她的水 最近我們有個母親大眾會 因為我們都成熟 我們的媽媽其實只剩下她們一個 所以我們會帶她們一起出去吃飯 在這麼多年消息中 看到祥仔是一個除了做事 很擅長、很熬得、正人君子 而且她也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其實祖嵐也是其中一份子 祖嵐也是愛媽媽的一族 是嗎? 我知道你們三個都很小媽媽 我們也試過我們三個的媽媽 和我們一起去吃飯 對,現在年紀開始慢慢長大了 就要多想家人 以前小時候就說我們要拼搏 當然,可能一個月也吃不到一次飯 但我覺得現在開始 自己應該懂得分配,要做到這些事 這半年我自己升級了自己 還有這半年她現在又煮給她媽媽 我很喜歡煮的食物 是…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一天醒了 我想煮一些東西,煮一下,很好玩 有一天醒了 伯母,成計伯母這些東西 現在也叫媽媽來不來 反正就是一個星期過來吃飯餐 嘗嘗我的東西 是 看到她笑 吃神叉燒飯 今年是TVB五十周年 其實你對TVB有什麼感覺 TVB是孕育我們的地方 其實是…每一次的演出 是讓我們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之餘 對我們日後的演出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五十年來其實是有很多的 制度上的東西都是建立得很健全 所以我覺得依然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給一些新人去鍛鍊和學習 其實我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在TVB今天這個五十七年的日子裡 我也要說一聲多謝 我記得唱歌是沒辦法明白的 我看到她,我不是因為鏡頭在這裡 她哭了 她哭了 我做訪問,我立刻哭了 你可能在TVB的 《笑聲鬥救地球》 曾經一段時間的節目 其實是影響了我一個人生 不是你扮演 我不會學扮演 或者有興趣扮演 我想這個情意傑在TVB來說是很特別 所以我很珍惜這件事 我說一些技術一點,好嗎 好,我覺得TVB是一個非常專業 非常專業 可以說是香港最專業的電視台 每個人有他的價值 而每個人的價值加起來 就變成一個好的節目 所以我很感謝公司 給我們這個平台做我們專業的一面 我覺得軟件我們很足夠 只要在硬件的支持裡面 去多一點投資的話 我相信TVB在亞洲 甚至在世界性的電視台裡面 應該可以坐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我也希望大家所有的電視從業員 繼續努力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有這麼多同事,加油 我也很開心,今天請到三位 老友寄你,支持我吧,謝謝你們 我們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你還要結婚嗎?你說真的 現在正經一點,好嗎? 你每一次都要拍張自拍照 自拍照,好嗎? 謝謝 魔鬼的遊湖 我會不會的 那些舞蹈 你拿個甜筒給我,忍不住 你真是陰魔的 你假裝吧,周星馳 我真的相信 我打電話嗎? 對,他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紫珊是全TVV裡面 最清純的女人 這麼大的男士 騙她吧 對 誰要在家賓 好,過去